请问,这鬼节的由来,您知道吗? 听老人们讲啊,说这是秦始皇修长城时候的事了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总先修得慢 那就像催命鬼似的,是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 把那些工匠们啊,给逼的是没黑带白的干呢 连个喘气的功夫都没有 不论啥天头,不管啥季节,都不许给我停工 那打死的累死的,病死和饿死的人啊 那老鼻子了,弄得家家都没有男人了 地也没人种了,一片一片的良田也变成了荒野 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活路了 可是秦始皇的心狠呢,还先修得慢 他就怀疑这监工的人们呢,对他不忠 然后怎么着,他就派自个儿的亲之进脉 带着圣旨,到工地去传旨监工去了 这长城啊,可长了,要不咋叫万里长城呢 是东起山海关,西到嘉狱关 这中间那分了好多的段啊 秦始皇把家族人派到各段之后 就剩下这山海关一段,实在是没人可派了 就把自己那三闺女给派去了 秦始皇这三闺女啊,长一脸大麻子 那简直可太丑了 人们在背后啊,都管他叫麻黄姑 你别看这麻黄姑长得寒沉 那心眼啊,可贼拉好使 他挺可怜这受苦受难的邻民百姓的 对他爹的,不管百姓死活 大兴土木,修筑长城的事 是打心眼里反对 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呢 只好在心里头憋着 这个麻黄姑接了圣旨之后呢 就领了一帮宫女仆人 就来到了长城东段的山海关工地 麻溜的就宣读了圣旨 张贴出了告示 告示写着 许可日干夜休 药管春重秋收 这句话好嘛 这可救了命了 工匠们那快乐的都巅峰了都 大家伙都喊着 皇上开恩了 皇上开恩了 就打这天起啊 民工们是白天干活 晚上睡觉 累了能歇歇 有病还能治 春天秋天还可以回家种地 那原来那些监工呢 也再也不敢按老皇力去代工匠们了 过了两年 秦始皇就觉得了 这顶数山海关这段修得慢呢 这这是咋回事啊 秦始皇心里边就犯嘀咕了 这横班是闺女压不住阵啊 这横班啊 就是莫菲的意思 就在七月十五这天呢 秦始皇自个儿坐着龙拧 就来到了这长城最东段工地 查看起来了 这查来查去啊 查出毛病来了 闹了半天呀 感情是这麻皇姑给篡改了圣旨了 把不许日干夜休 不管春中秋收 给改成了许可日干夜休 要管春中秋收 这一下子可把秦始皇给气得 呜了好风的 叫来闺女一问 哎 麻皇姑很快承认了 她还数落起了秦始皇 不管人死活的残暴了 秦始皇这眼珠子一瞪 就对这随从就说了 杀 杀 把她给我杀了 麻皇姑就这么的 她在七月十五这天就被杀了 这麻皇姑因为啥被杀 传到了百姓的耳朵里 大伙这才闹明白 这两年能缓缓气活过来 原来不是皇上凯德恩呢 原来是麻皇姑用生命给换来的 百姓的心里不是个滋味啊 对麻皇姑是感激涕零 于是每年到这一天呢 百姓们就会成群搭伙的 到麻皇姑的坟前去祭拜 这离得远的呢 干脆就在本地立上麻皇姑的牌位来祭拜 再来看地藏王菩萨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这阎王爷 也看到了麻皇姑到阴草地府了 被关在牢房里 是冷冷清清 冰冰凉凉 地藏菩萨正知啊 知道这麻皇姑是为了救黎民百姓而死的 心中实在是不忍啊 然后就在七月十五这一天 迅思情了 网开一面 让这看守地狱的小鬼啊 偷偷的把这牢门给打开了 放麻皇姑出来了 谁知这一开地狱之门可不要紧 地狱里那小鬼们呢 是蜂拥给跑出来了 所以这才有了七月半鬼乱窜之说 阎王爷为了可怜他们 也为了赏给他们一口吃的 就让他们变成了蜻蜓 去吃些蚊虫 和一些比他们小点的飞虫之类的 所以这一天呢 那蜻蜓贼拉得多 老人告诉说 这一天可千万别抓这蜻蜓 那都是小鬼变的 天黑了以后 地狱门要关之前呢 小鬼们也都得麻溜的赶回去 不然的话呀 它就老也脱生不了了 后来呢 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了鬼节 这就是鬼节的由来了 Born for EDM